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介紹小島物語 小島物語是由樂意傳播代理 韓國獨立開發團隊製作的手機遊戲 遊戲是一款可以多人同時連線的沙盒MMORPG 並且可以支援單人與多人模式 還有手機版與電腦版 玩家可以利用挖掘技術與組合技巧來開創土地 打造心中的理想世界 遊戲四款3D沙盒類型線上遊戲 玩法就跟Minecraft一樣 利用地形挖掘裝塊 再配合也會取得的各種材料 製造裝備、物品、建築物 一步一步完成自己的藍圖 遊戲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角色技能經驗 玩家在進行遊戲時 任何動作都有機會累積角色經驗值 角色具備有上敗種技能 當玩家使用一種技能或工具 就可以累積相對的經驗值提升等級 玩家在野外的時候 也可以與一些動物交流 也可以增加情密值 如果在野外的生物沒有互動 也會不小心被殺死 目前遊戲已經上市了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了我們要開始了 今天要玩這款遊戲叫做小島物語 它是由樂意傳播代理 韓國獨立開發團隊的 算是沙盒類型遊戲 那在最近開始開放下載 我們先來試試看看 這個是攻擊嗎 這個 抓住它 可以幹嘛 點擊一下樹枝 點擊 要用點擊方式的 點擊方式之後可以 得到道具嗎 這是切換道具 深層 那目前的話會跟PC 然後手機板 都會一起 一起可以同步上線 我們再換一下武器 背包 蘋果 是自己吃嗎 要點擊兩次 雙點擊 吃了蘋果了 大家有看到這個月亮嗎 其實應該要看我這個人 我特別把我這個人的頭像變又很大 啊可惜看不到 跳 跳 跳 好我們等一下要去餵兔子了 那雖然它是一款沙盒線上遊戲 但它的生態類是說 跟現實生態類比較接近 當然包含了豐富的天氣變化等等 我的連著變黑色了 我把聲音關小一點 大概這樣應該可以吧 為什麼兔子變成怪物的感覺 而且有魔法陣 這也太夢幻了 這個人是誰啊 烏蘭 就跟他的大叔 這些是違背自然法則的生命體 非常殘酷 又毫無可悲的東西 字幕太快了 看不出來 他們怕光拿著火把 就不會攻擊你了 所以我們要在兔子農場上面使用火把 應該也會做教學吧 好 跟著箭頭走 跟著箭頭走 反正就是沙盒類型的東西 簡單一點就是Minecraft 但它就是比較可愛風格的Minecraft 然後是手機版本 觸擊下方兩位變斧頭 跳 這樣打不打得到 好我們跳上來 它其實點了之後 你人物移動都可以打到耶 所以你不用特別去 靠近就好了 我還要打多少個啦 八個 現在六個了 我要快轉喔 嚕嚕嚕嚕嚕嚕快轉 好了 八個之後 可以生成-1的製作台 這製作台大家可能就比較熟悉了 我們找一個好位置來放吧 應該是要找一個好位置吧 點兩下 欸 它強迫我要設定在這啦 可惡 好啦 我們設定好製作台了 簡易的製作壁掛火把 製作 像這類型的遊戲 通常啦 通常喔 比較耐玩 因為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在製作 然後 像我今天玩這種遊戲 像Minecraft吧 我最喜歡就是製作家裡 然後慢慢的布置慢慢的布置 欸 現在要幹嘛 像我之前就會看曹哥的影片 但雖然曹哥有時候 出片很慢 他前置好像有生病 然後就出片很慢 但我之前就會看他慢慢的接慢慢的接 其實很有成就感 然後我自己會跟著玩這樣子 只是近期內比較少看Minecraft這類的東西了 烏蘭大叔 烏蘭大叔 富饒之地 因為字有點小 那其實 遊戲其實還蠻多特別的地方 包括說他有採集狩獵 最主要還可以跟其他玩家交易 因為這種遊戲最主要就是怕很無聊 喔 重點是我們要去其他地方了 我們現在去哪裡呢 富老子伊寶 拜訪 這是什麼地方呢 可以跟其他玩家 這是劍集採集所支援的地方 以後一定會常來 我們先跟著劍頭走好了 我跳 這個是升級的音樂 跳一跳竟然會升級 而且好多人喔 天啊 有一個人叫做低畫質遊戲 他的名字叫做低畫質遊戲 他帶著火把周圍才會變量 那 現在 我先點擊 新手的背包 新手背包在哪 我以前呢 好我看一下喔 新手背包 背包在上面 然後有點火把 連續點兩下 好 點亮 點亮 好 點亮 我們接下來要幹嘛 拿取樹幹 好 我們終於有了道具了 原來是要一直過關 然後他會送你道具 那你就可以使用了 那我們現在要先去做製作了 我們看一下製作 查看說明 製作在上面 製作第一步 我們用上方應該是主權 然後製作 然後製作 然後我們要做出一些基本的道具 脆弱的木頭 脆弱的木頭 脆弱木頭要兩個區幹 我們應該直接生成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拖曳到 直接有了 我們看一下 現在要拿五個木頭 直接打就好 我現在有道具很快了 因為我本來就有了 所以還要再過這個劇情 現在要把熟練度用到五級 應該很快吧 已經兩級了 這邊的木頭都要被我罰完了 你直接老樹木 老司機來罰木了 這裡好像受到保護是什麼意思 底部不行硬就對了 哇 高空都可以掃到 我們要趕快看到五級 好幾天 這裡還有一天 我們要來拿五個木頭 可以拿五個木頭 都是用來拿五個木頭 上去拿五個木頭 是用來拿五個木頭 就好 在那裡 你也很想要 我可以拿五個木頭 就在那裡 哇,耐久度要沒了啦 哇,終於啊 來做新衣服囉 這裡還可以做很多東西 你看這邊 嘿咻嘿咻 欸,不是要打他 住手,住手不要打 好,我們先拿 十個,我們要拿十個 可是我剛剛不是有了嗎 可惡,又要重新收集 可惡啊 這個是嗎 果樹板子 果樹板子是什麼東東啊 啊,原來要這樣做喔 果樹板子要這樣做 果樹板子啦 用做的啦 成功 它是用道具再去組合新的道具 再用這個板子去做新的衣服 我們跟著箭頭走吧 嘿,到了 我們可以做一個木甲 關燈,開燈 執行 然後我們是簡約木甲 我還可以做其他的木甲 好,來看一下穿衣服 這應該簡單了吧 點兩下 哇,我就新衣服了 我們去我們的角色視角看一下 先把我人標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嘿,給你們看看我的音姿 好 然後角色 我剛剛把我的頭做太大 點擊返回 好 這邊吧 這邊吧 點擊返回 我們回到家裡了 松樹 走吧 我們現在應該還是在保護著生態區 我感覺到有很多蟲 我們可以去打那些人 這裡是有個兔子啊 就是人 好吧,我們直接下去 我決定我們要去探...探索一下世界 才不要管他這什麼... 什麼任務的咧 我們去探索一下世界 小石 這兩個是這種豬嗎 觀察 交流 可以跟仇物交流欸 他想幹嘛 我怎麼覺得他想跟我做朋友 交流啦 嚇我一跳 換一個鐮刀 我們等一下去 來啊 打一下嘛 啊 我直接被熊打死 我被熊打死了 你看吧 tą是 沒禮票 我被了 我被熊打死了 等於是 快晃 這個